呼声也很高 拿夺冠军 最终是让张继柯给上了一课 气氛到你自己的心里 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 我们一起来看 实力和把握 可能到比赛的时候 更有信心来用 对 当然人们都希望这样 还是有值的区别吧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还是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大一点以后 尤其是进了国家队以后 他才开始慢慢慢慢加这些人 所以毕竟是 因为他的攻防是机位不均衡 他的进攻 三次胜日本 好球 胜日本队其中许欣是胜了松平 赋予了松平剑泰 而马龙是输给 我也在现场 应该说日本队有很大的 希望等人 相对的 比较稳的战术 应该还是比较对的 好的 那么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 日本队也是 这个射线 一打他就喜欢推他 因为他本身手感比较好 没错 放 先 应该在前三板上面要稍微在 就不怕你 8比9 就是说强嘛 完全凭一种感觉在打球 首先是判断准确 断球 爆跳没跳出来 北拉 许欣拉住 这个球许欣就不好了 你看就这半球 他没变过去让许欣 退到远台对拉了 他四周也想 这样直接形成上悬 好球 这样许欣 诗导给大家 点评一下 第一局的整个情况 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许欣的这个正手拉球 实际上和水谷笋 他有着 明显的一种对比性 有应该错 是吧 拉球的点比较晚 一般的 用我们行话来讲 基本上是从下往上 上风 水谷笋六位下风 如果说你要想战胜许欣的话 你必须从开局开始 有机会赢的时候 没赢下来 对这个 非常明显 应该说伊朗有几名年轻的选手 应该很有天赋 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 尤其是印度也是一样 中国的教练 距离 但这个距离呢 也不大 我认为就是说 无论是新加坡也好 包括日本 韩国 包括欧洲吧 他也就是这么一两个 所以这样的话 对方起来的话 他们也那么有 那么一两个水平 相当比较接近 是比较容易结合的 对 是吧 如果你是正交 就难结合 就难用弱一些 那么对方过来的话 可能也会很快 所以到你反手为 你要想先接的话 就不要 是他的反拉 好球 我觉得这个路 还是任重而道远 这个我认为 打兵茫球的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那你要让许昕完全 位置定好 哎呀 这个球 因为许昕最需要 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一个 就是说他的 对比赛的要非常充沛 然后他每一个环节 都要抠得很细 因为他的攻防不是很均 这方面要好好研究 好好突破 你还很简单 上来两句 然后他现在到了 你看到很明显 第一句 第三句上来 就是一个发球 没错 所有的纸板 他的反手为的防御 确实他这是 没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话 这个在当今冰茫球里边 你很难做到 一定会有 你再强 你也有防的时候 对吧 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常的防守 然后通过这个来过渡 然后再防转空 那这样的话 你的回旋余地就会很小 你只能进步 没错 许昕继续拉 斜线 许昕拉这个是绝对是个 反正我初一开始一个都没赢 形成这种局面的时候 对比赛的一种精力的分配 我刚才讲了 盯得不是很精以后 有几队一十五里 就会形成这样 打到比赛的中后期 也都用干了 用尽了 就是你整场比赛的高潮 我们一起来期待 加速度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胜负就取决于 对战绩的把握 很多时候都是取决于 刹那间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应该说 无论哪个运动员 打到这样高水平的 在国家队的 我认为他们的心理数字 应该都是很强 好球反拉 成功 双方继续对拉 许昕还有 这种情形这样局面的时候 就完全靠实力 你看水骨笋的动作 这个没有太多的技巧了 就完全看见一种能力 我说水骨笋 它这个力量比较大的 甩不出来力量和旋转 许昕再来 卷 好的 稀短 三比一 出来 比赛 启蒙有关系 可能从体效的时候 小的时候 小开始打架 形成这种意识以后 不能说改 但是那有一定的难度 击战术的能力 整体能力来讲 应该说水口上 没有太多的东西去 取决于对方过来的旋转 如果对方戳过来很赚 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拉住 就证明许欣这个对他的球路 是有特别大的信心 先板上 对 四十号指导 来继续陪伴您 看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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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